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9月22日 本期视频我们继续来分析大盘指数的K线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9月21日收了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一个长红K线 是一根下跌的K线 那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三个交易日的最低 我们也会看到在KD值开口不变双线下行呢 也就是预示着指数将会继续下行 那同样MACD也是这样的一个信息 也就是代表指数会下行 那在9月21日它的成交量略有增加 好,这是它的一个K线的信息 我们再来调出数字线 那从数字线我们会看出啊 9月21日的指数的收盘啊 跌破了我们在前一期视频定义的这个横盘区间 那么在上方也是在4号趋势线下方一点这个部位呢 是遇到了一个强压力 然后指数是一路下跌 最后收盘在低处 那对于9月22日呢 指数应该是继续下行 但是下方啊 我们认为在2号趋势线这个地方啊 它将是一个强支撑 如果我们看到水平线拉过来 可以看到在7月14日的这个最低 这将是指数继续下行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要站上这个跌破这个位置 那它呢和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2号趋势线啊 正好是叫做重合的 对 然后我们也会看到 对于纳斯阿克综合指数下行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在这里我们指的下行空间呢 就是它还有下行的余地 就是最低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位置 前低 我们画一条水平线 是6月16日的这个最低 那我们会看到纳斯阿克综合指数 如果是下行 那它离跌破前低呢 我们会看到还有很大的空间的 也就是在这个空间内啊 指数都有可能预支撑而出现一个反弹 对 那现在呢比较不利的一个条件 我们会看到各条均线啊 是平行排列 那这是一个 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 但是呢 我们会看到五均值 五日均线值 十日均线值啊 如果指数继续出现大幅的下行啊 那这两个 叫做五日均线值和十日均线值啊 可能将会出现一个背离 对 也就是开口太大了 对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认为下方如果预支撑呢 很可能会使这个指数发生反弹 嗯 那基于这样的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呢 我们也会看到在9月21日啊 这样一个下跌的K线啊 它是一个量增的现象 所以我们重点观察22日和23日的K线 就是如果这个指数在下跌之后 说如果 嗯 不管是破位 我们指的破位是 比如说二号趋势线 是破位还是没破位 我们要特别关注 呃成交量 如果成交量是去一个量增的情况下 然后指数继续下跌呢 那它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反弹 好 那指数发生反弹 但是现在嗯没有别的 就是说能够呃 不跌破二号趋势线 然后呢 重新站上五日均线值 这是反弹的呃 支撑和目标 好 这是我们说的纳斯萨克综合指数 我们再来看道琼斯指数 道琼斯指数呃 不是很乐观 那他的在9月21日收的是一个长红 也是含上影线的长红K线 那这样的K线 说明上方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嗯 然后呢 也是收盘价跌破了前三个交易日的最低 我们在前一期视频曾经说过 前三个交易日都是含长长下影线的K线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它是有一个呃 是有很强的支撑的 但是呢 9月21日 它跌破的这个强支撑 那我们会又发现一个呃 那现象就是它在跌到在下面一个支撑的时候 也就是7月14日的最低的时候 它出现没有再继续向下呃 下跌 对 那这样一来呢 这个位置是一个支撑位 那我们也会看到在9月21日 它下跌的时候也是出现了一个量增 所以呢 指数如果在22日继续下跌 我们要画一条水平线在前低这个地方 作为观察 它也是观察线 其实也是压力位 也就是说在前低 我们会看看能不能呃 指数会不会跌破它 但是我们认为在这条水平线 到前面这个最低 在这个区域啊 呃是有很强的支撑的 对 那在任何一个支撑 预支撑 如果指数不再继续下行呢 很可能会出现反弹 对 因为现在这个指数的收盘啊 已经低于五均值 已经非常有非常大的差距了 那从这样的一个K线 线形来看 它也应该会 呃有一个反弹 对 哎 好的 那么 嗯 我们再来看 如果对于9月22日呢 我们观察这条线 换一个颜色 作为观察线 它是否能跌破 还是这条线就成为一个止跌的K线 止跌的最低点 对 嗯 或者说是收盘 收在这个水平线的上方 嗯 在这在这里出现一个寒长长下影线的一个K线 好 那 说指数的反弹 目前指数反弹能够回到前低的上方呢 嗯 我们认为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对 好 那么我们把图缩小以后再看呢 嗯 对于道琼斯指数不乐观的就是一旦跌破了这个水平线呢 会出现新低 那也就更加确认了一个底底的下行趋势 对 所以 啊 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道琼斯指数会继续下跌 对 但是有点啰嗦了啊 我们想继续重复 在这个地方 它是有很强支撑的 好 嗯 那以上呢 是我们对两个指数K线信息的分析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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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收听